这个漂亮的风尘女子第一次出来揽客 没有经验的他一阵手足无措 东张西望半天 就是不敢开口搭上客人 只敢小心翼翼地拽着客人衣服 这把一旁的导演气得够强 上前怒骂小飞会不会演戏 连勾搭男人都不会 他到底是不是女人了 骂得很是难听 小飞不敢还嘴 只能连连承认自己蠢笨如猪 就值得骂人 家辉看不下去 冲上前把小飞拉到一边 耐心地给他讲戏 教他如何做一个风尘女子 在家辉的寻寻善诱下 小飞抓住了做好风尘女子的要素 再一次开拍时 他没有初次的拘谨 而是大大方方地展现自己 无论是吸引客人时的搔手梦姿 还是被客人拒绝的无赖 没钱给孩子买奶粉的交集 小飞将各种情绪和眼神拿捏到位 得到了导演的高度赞扬 给小飞加了两百块钱的出厂费 这是以前跑龙套时 累死累活也才两三百的小飞 想也不敢想的 越发觉得自己找了一个好老师 而他的老师家辉看着潦倒不堪 可在当年也是风云人物 可以说是出道极巅峰 第一部电影就拿下了 当年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心愿 当时大家都说 香港不是只有张良两位家辉 还有潘家辉 那时的家辉一时风光无两 或许是对演戏痴迷入估 导致他不同人情事故 对演戏各方面都是只有苛求 加上脾气暴躁 而逐渐被大部分行业中人所开持 渐渐沦落为无戏可演的墨流演员 而公司见家辉没有利用价值了 决定把家辉冷藏 让他自己跑龙套的转身活肥 监制连看都懒得看家辉 就是让秘书通知家辉此事 而秘书对家辉也是冷眼相待 家辉不愿意就给他们赔为约金走人 这时家辉同期的好友 郑一剑来公司续约 此时他正式当红议员 档期都排得满满的 监制满脸笑容的来迎接郑一剑 问他要不要吃点在谈续约的事情 与家辉相比 公司的态度可谓是从地非上天 这显得家辉更加的落寞 家辉满腹委屈 跟退圈八年的朋友阿祥 吐槽自己很是拼命努力 结果没什么用 阿祥只是在开玩笑而已 他跟家辉一样孤方自傻 也是不愿意做这些事退圈 跟阿祥吐完草以后 家辉便马不停蹄地去跑龙套 毕竟生活要紧 这个长相酷似刘青云的跑龙套太能喷了 遇见小鲜肉薛凯奇演技不好 直接一阵开喷 家辉对着薛凯奇一阵吐槽 别用我来绝点人 家辉对着薛凯奇一阵吐槽 骂得薛凯奇都快哭了 家辉也不知道收敛 吐槽到最后 居然直接罢工走人 全然不顾自己 现在就是一个跑龙套 家辉演戏的原则 就是极致认真严谨 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要把握住 这天望着剧组随意拉来的龙套 以及漏洞百出的剧本 家辉毫不留情 炮轰剧组所有人 引得所有人都怒目而视 老戏鼓劝他收敛下自己的脾气 这样太容易得罪人了 而且你的定位也是客串龙套 不要多事 现在的年轻人讲究的是快餐式表演 只要能上镜 他们不在乎什么剧本 家辉文言无奈地叹了口气 晚上家辉坐车回到家时 一个女孩跑来跟家辉搭讪 她也是今天的群众演员 在拍戏时被家辉精湛的演技 和一丝不苟的怒喷剧组态度所折服 所以想拜家辉为师 而今天拍戏时 家辉也注意到小飞 他看小飞一点基本功都没有 就跑来闯荡演艺圈 一看就是玩票 家辉不想搭理他 敷衍小飞几句就跑了 直到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家辉帮朋友充当临时经纪人 带小飞出通告 然后就有开头家辉教小飞 做封城女子的内容 封城女子事件后 小飞对家辉更加的敬佩 而家辉也发现小飞是一个好苗子 但演员是一个很苦的职业 锻炼演技很苦 等一炮而红更苦 眼见红不了还苦练演技 更是苦上加苦 家辉担心小飞不能吃苦 迟迟下不定收徒的决心 直到这天小飞赶一场替身通告时 这场戏要求演员真摔 而导演是一个很挑刺的人 导致小飞不停地拍摄摔倒 腿从擦破皮到需要带呼吸拍摄 到最后不堪重负的骨折 小飞都没有说一句我不拍了 这让家辉心里有了新的感受 小飞是一个任性十足的女孩 于是他决定收小飞为徒 带他逐梦演艺圈 家辉让小飞搬进他家 他叫小飞演员最基本的生态行表 家辉告诉他 好的演员都是有一定生活经历的 如果靠那种科班式的表演 痕迹太重 是对剧本的一种侮辱 比如想要挑战惊艳的哭泣 你就得先拼命去想你人生中最伤心的事 这样才可以达到哭泣的效果 这天小飞无意中翻到了一个奖杯 是家辉曾经的金像奖新人奖杯 小飞问他为什么要藏在角落呢 其实多年的坎坷 让家辉渐渐失去做演员的梦想 不想再做无用功了 教导小飞演戏 未尝不是一种妄女成凤的寄托 一段时间后 小飞在家辉教导下演技越发精湛 加上家辉一路保驾护航 小飞在各个剧组 无论是戏份还是工资 都是节节攀升 成为香港娱乐圈的实力派新秀 在一定的范围内小有名气 不过随着小飞的声明确起 他也开始接触娱乐圈黑暗的一面 有大佬想签下小飞当歌星 说是觉得小飞的音色很好 培养培养就是下一个王妃 可家辉心里知道 什么当歌星 大佬就是想睡小飞而已 玩艳了小飞就会一脚踹开 家辉拉开正在被开游的小飞 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签约 而小飞知道家辉帮他推掉签约 错失一泡而红的机会后 大发雷霆地与家辉吵起来 家辉表示那签约歌星就是一个坑 小飞掉进去就是完蛋 不是所有的机会都能叫机会的 反正我年轻 我有的是机会 我不想放弃这些机会 我不想像你似的 天天在家里等着机会找你啊 这句话直戳家辉的痛点 他顿时不知道说什么 小飞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愧疚地转身离开 两人不欢而散 家辉在外面闲逛了许久 看着车站海报上的小飞 想着或许是自己做错的 小飞有自己的路要走 成为知名演员是他的梦想 他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小飞不一定要学自己孤方自赏 而且自己的孤方自赏 走得一败涂地 想到这里的家辉买了小飞的海报 回到家里给小飞道歉 而小飞看见家辉后嚎啕大哭 说自己知道错了 如果没有家辉的教导和保驾护航 他根本走不到今天 家辉之所以推掉签约 也是怕自己误入歧途 家辉急忙安慰他没事的 这件事他也有错 在两人都为对方着想后 两人重归于好 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但小飞想一炮而红的心 并没有因此消失 半年后 著名导演陈家上找小飞拍电影 希望他能够去试镜一部戏的女主角 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 家辉也为此感到高兴 可得知这场戏需要脱衣服 是很像特殊片的文艺片时 家辉的心凉了一半 看着小飞心意已决 决定一脱成名时 家辉的心彻底凉了 当年汤维凭着色界一脱成名 让无数竹梦演艺圈的女生 觉得只要能成名 就算是脱衣服又有什么 小飞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者 看着小飞试镜的背影 必失意男友的家辉痛不欲生 牙都要咬碎了 事后他让小飞放弃这个机会吧 这部电影拍得好就是文艺片 可能一炮而红 拍不好就是特殊片了 小飞不值得拿青春去抵 可小飞全然听不进去 认为导演可是陈家上大导演 他肯定能拍好的 两人对此展开激烈辩论 但无论家辉的劝告多么正确 在小飞的明星梦面前 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最终小飞试镜成功地成为女主角 并即将前往日本拍戏 她想带着家辉一起去日本 在现场指导她经验不足的地方 可家辉拒绝了 我不会去的 我怎么可以在现场看着你 跟别的男人拍亲热戏呢 你行 我不行 我没那么好的眼睛 我知道 我就是想让你陪在我身边 迎刑前 家辉给小飞准备了很多药片 嘱托小飞在日本要注意保重身体 家辉看上去云淡风轻 可小飞知道她的心在低血 看着爱人强装镇定的模样 小飞再也忍不住地嚎啕大哭 她心中的不舍不知道如何表达 只能抱着家辉不肯撒手 所谓日久生情 师徒二人终于是跨出了那一步 小飞离开后 家辉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她虽然从始至中劝小飞既然决定了 那就不要后悔地走下去 尽心尽责地拍好这部文艺片 这是一个演员的操守 但作为一个男人 她怎么能忍受爱人拍特殊的文艺片 渐渐地 家辉对演员这个职业感到迷茫 自己要不要坚持下去 她跑去阿翔的洗车厂赖着不走 恳求阿翔赏口饭吃吧 她不要做演员了 但阿翔懒得搭理家辉 她表示家辉已经对演戏痴迷入了 家辉根本放不下演戏 现在的放弃只是迷茫而已 劝家辉千万不要因为迷茫 做出后悔的事情 家辉若有所思 她询问母亲 有没有觉得自己入错号 家辉若有所误 这天梁家辉正好也来修车 他和家辉也是同妻的兄弟 梁家辉看出家辉的迷茫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家辉 其实许多事情 不是做了一定就成功 事实就是如此的无奈 但这就不代表他们可以放弃 做了不一定成功 不做就不会成功 其实不管做什么 都要用心才行 只要你用心 一定会有人看见的 在好友梁家辉的鼓励下 家辉撕掉了窗户上的贴纸 走出自己封闭的内心 重拾每日操练的演员四项基本功 开始联系老朋友 只要有戏拍 无论是在烂的角色 或者是注定被删的角色 他也是全心全意的拍摄 不久后 小飞拍摄的电影上映了 他赌对了 陈家上把电影拍摄得很成功 小飞也算是一炮而红了 看着大荧幕上演技精湛的小飞 家辉胆慨颇多 与此同时 家辉看到了许安华导演剧组的招聘 他精心地打扮着自己 让自己更像电影里的角色 去许安华导演的剧组面试 当许安华导演问他为什么要演戏时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演戏 可能天生吧 但是现在演戏对我来说是 我所有的一切 我的自尊 我的成就 我唯一比人强的地方 但是我知道为什么 我的戏比别人好 是因为我不接受 我跟其他演员一样 我很恨那些 老实说自己是演员 然后就胡言乱言 拍完就走人 我不行 我想继续演戏的原因是 我觉得我要对自己有个交代 我要告诉我自己 我是对的 我从小到大都觉得自己行 多年的演艺经验 让他得到了许安华的肯定 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剧组 当电影拍摄到一半时 货别多年未见的小飞 突然来剧组探班 他带来了家辉最喜欢喝的酒 说自己要去北京拍戏了 他们见面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少 家辉了片刻 说这个是好机会 让小飞一定要保重 随后借开机的理由走了 而小飞回到家里 望着干净整洁的房间 闻着师傅床上的味道 他似乎能感觉到家辉整个人 也感觉到久违的放松 成名以后 再也没有待在这里的快乐 但等家辉回到家时 小飞已经拿着家辉的外套走了 他实在是不忍再次分别 他给家辉留下一张纸条 我把你的味道 带在身边了 他给我温暖 拍完张导演的这部电影 我就要到日本去发展了 不管将来怎么样 我都会记得你 你永远 永远都是我心目中 最佳男主角 家辉抱着小飞做的奖杯 哭得气不成声 九个月后 第二十五届香港电影 金像奖开始 家辉有幸入为了 最佳男配角的角主 亲朋好友都在为他加油 巧合的是 这次颁奖的特要嘉宾 正是当红的小飞 当小飞宣布 最佳男配角是谁时 现场瞬间寂静无声 电影就此宣告落寞 家辉也陷入深深的回忆 不管你怎么看我 做得好与不好 我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做好它 不对的也说对 当没看见 我不行 以前不行 现在不行 将来也是一样 无论你们觉得我行不行的好 我就是行 任何一个岗位上都能够产生宁愿 因为并不是只有主角 才有最佳的名号 配角也有 配角做好了也能成为最佳 比如号称钻石男配角的吴梦达 可见最佳的不是岗位 而是个人的态度与能力 只要你在自己的岗位上 做出了超重的业绩 只要你是自己岗位上的能人 强人 那你也会成名 能人一定是名人 人生没有主角和配角 把自己做好就没白来世上走一遭 你就是自己的最佳主角